兄弟们 这就很离谱了 昨天偶遇 我严格的黑药精尊 今天又遇到了一个 治愈精尊 这个 这个他哥太离谱了吧 ID叫做正义啊 不知道你们打游戏有没有遇到过他 而且我这把还把他给淘汰了 兄弟们 今天我登上的号 单子ID欠 这个号你们应该都不陌生吧 没有错 这是我严格的号 我不允许我严格的单牌 只有黄金弄位 所以这两天我准备给他打一打 可是没有想到 第一把就遇到了治愈精尊大佬 打完之后才发现 这个号竟然还有他的好友 完了呀 这不尴尬了嘛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条件依旧选择科学馆 刚枪加大分 就看这个治愈精尊要不要来了 哎呀 这落地我是真的服了 只有两把喷子 可是没想到一回头 这个治愈精尊竟然向我飞过来了 估计他是去喝水了 忘了跳伞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慢 也是被我给带走了 舒服呀 当时说实话我还有一点小紧张 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找我报仇 舒服呀 偏脚步的话 我们楼里的人并不多了 前面有个人 我们打好状态直接抓他 对面躲在花台后面了 扔个手来压制对面的走位 提前枪一直打 舒服呀 正当我远 我们已经打下科学馆了 没想到楼上又飞了两个人回来 舒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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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现在你们应该知道高手为什么都喜欢打科学馆了吗 因为这里坤哥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位置特别好 视野特别开阔 舒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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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这都过去半天了 一直没有看到赤羽近尊的声音啊 我还以为我刚才没注意他被人给嘎了呢 这个时候我脚下有脚步 我正准备给对面掐雷 回头一看 后面上方上面有个人在跑 我开进 跑家 我就是赤羽近尊 我还给他对暗号 没想到他竟然回复我了 我也不知道楼下这个兄弟是怎么想的 竟然悄悄摸上来 躲到石桌后面想偷袭我 一颗手泪直接带走 舒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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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赤羽近尊估计知道我不打他了 你看他多嚣张 竟然去点攻头 我也是开了两枪 跟他对了一下暗号 他还回复我了 然后我给他军一锅 没想到他竟然打我 他估计 应该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真的 兄弟们 你们别说 这个赤羽近尊是真的帅 他跳起来 后面的翅膀还会动 一跳一跳的 没想到我脚下这个小铁房一直藏一个老六啊 这个时候他在打那个正义啊 没有办法了 我们赶紧摸过来 准备给他清掉 可是没想到正义被右边的人又给偷了 我大哥的我是真忍不了了 先把脸上这个人给抬走 舒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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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最后一个人就在对面了 这一把我必须拿下 舒服呀 舒服呀 哎呀 兄弟们 就这样也是成功拿下本局蛋糕 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打开好友列表 我就记得严格有他好友好家伙 还在第一个 这第二个是不是看着也很眼熟啊 这第四个也很眼熟吧 这随便打开一个都是赤羽近尊 这也太帅了吧 我什么时候也能拥有一套啊 哎呀 兄弟们 也是确认过眼神 就是他本人了 啊 这个儿子什么意思呀 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 就是我邀请他入队 想和他道个歉 可是他却拒绝了 这 他不会是以为是我严格干的吧 完了 我是不是给我严格惹祸了